Hello,大家好,我是云鹤 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个比较特殊的视野线 我们把它叫做挑担子 那么这条线呢,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看这条视野线呢 它是又深又直 而且呢,没有任何的支线 那么这样的线呢,我们把它叫做挑担子 那么这种首相,它呢,有两方面的含义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呢 像这种首相的人,六亲无靠 一生啊,只有靠自己 那么独立的去奋斗 然后呢,干涉创业 那么第二呢,就是呢 全无塔人帮助 这个负担非常重 我们知道啊,如果一个人在创业过程中 刚开始,这个资金呀 人脉呀 包括呢,很多这个资源 它是很欠缺的 这个时候啊,就需要重任市场火源高 有一个人在你爬坡的时候助力了 或者是呢,有四五个人在后边给你助力 那么前面有哪的,后边有推的 那么你会很轻松 那么创业呢,也会很顺利 如果只有一个人去单打独斗的 那么推着车子,这个上坡 那么这个趴那个坡就很费劲啊 一旦遇到一个风吹草动 遇到一个下雨天 那就很麻烦 所以说啊 像这种呢 这个视野线 它就像一个人一样挑了一个蛋 非常的这个持细 而且呢 只有靠自己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么视野线呢 还要结合呢 其他的这个文献啊 还有掌型来综合分析 才能得出一个呢 更加全面举行精准的一个判断 好,今天呢 我们就分享这么多 那么更加英才 我们下期再见